西游IP 西游是齐天大圣名字,由来的一场战役,他必须为打破秩序建立格局的行为,大闹西游,就像西游IP动画中的大闹天宫,电影很具有创新能力,他以西游故事为背景,来的一场大闹西游,讲述成长的精彩故事,美侯容不再是一个特质的人物,而是一种打破僵局,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,电影一开始用舞台剧的形式,讲述了西游记中的一段故事, 让观众迅速带入故事背景,紧接着我们的主人公登场,蓝色玩具孙武元,有一种特别的惊喜,蓝色在色系中有一丝忧郁的感觉,电影中孙武元也正好是忧郁的,因为他没有金箍棒证明自己的身份,在现实生活中小朋友们也常常遇到类似的境况,如家长没有给买变形金刚,那他也就不能加入同学们的变形金刚团队,甚至会被歧视,电影中孙武元就是现实生活的写照, 他因为拿不出金箍棒,证明自己反而被大家耻笑,我的人一直觉得动画电影故事剧情精彩之外,如果有价值观,分享给小朋友才是最为重要的,正如最后结尾虽然孙武元经历了一场冒险,证明了自己但依旧没有金箍棒,但他已经不再计较大家的唏嘘了,他会声会色快乐地讲着自己冒险的旅程, 在分享价值观这方面,大闹西游是做到了,当小朋友看完电影面对成长中的不被理解和排挤能够更好的处理,这部动画有着玩具总动员的想象力,从孩子相信玩具有生命力展开故事,整个冒险旅程融合,并深化, 那很多经典动画的设计,如无敌破坏王穿越到不同的故事背景中,千语千询中一趟人声语成一样的列车,大闹西游更加具有想象力,同时把很多的中国元素呈现得很有意思,如镇守两个世界的观光塑像,可爱又有趣,在大闹西游的世界里,孙悟空在花果山已经胖成了主妖,这个设定实在是太惊喜,那也太有喜感了,回头想想这也是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设计, 你是想一下成为了斗战圣伯的孙悟空也许,就真的每天无所事事,这个设定也很生活写实,我们见过太多取得一定成绩后就堕落的人,孙大圣和孙悟源两人相应成取,两人一个是石头变来的,一个是塑料变来的,无父无母两人更像一对父子,一起练功生活的场景甚至感人,小朋友在观影中一定也会带入父亲的角色,最为适合亲自观影, 整个电影没有丝毫的说教,而是在剧情中逐步展现人物,让观众带入角色与他共成长共进退,大闹稀有,那制作也很精美,电影高潮环节在雷电交加和岩石滚滚的环境中打斗,整个场景想象奇特,制作精良,在3D电影制式下观影真是过瘾,动画电影不仅仅是观影时的愉快。